常女士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更不认可自己这样做是受了娘家人的影响 她觉得这是人的性格问题 可王先生觉得这并不是性格问题 完全是妻子众家人亲丈夫所导致的结果 在结婚的第二年 他们之间发生了第二件事情 这件事使得他们夫妻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升级了 当时他们和小舅子在一块合伙做生意 在这期间 妻子为了照顾娘家人的感受 完全忽略了她 她一心被欺负多想 可见 当时跟你弟弟一起合伙 那你弟弟怎么说的 当时我干生意这么累的情况都 他弟弟都不让他老婆去到店里面帮忙 我老婆传个孩子在那里帮忙 他都没可爱他 他帮我几天忙 你天天说在夜里面 大半夜三点钟三四点钟 三点五十就起来到店里面去忙 这个是谁造成的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我弟说想开个店 他每天早上比我弟还那个着急 然后去看店干嘛的 因为当时我确实挺反感的 因为我知道如果说要真的开些店的情况下 肯定累的那个人是我 因为我毕竟那个时候已经怀孕了 我不想再操心这些事情 我给他们讲了 我说不要去干这个 因为我要在里面给他帮忙 他们谈的就是说 我在那边 我和他都有工资 我弟就相当于他出钱 然后他这边不干活 然后就是我们帮他打理这个店 因为他方的计较的是说 你弟媳妇一天都不来帮忙 而你天天干得那么辛苦 因为我有一份工资 他没有 2500块钱一个月 请个大肚子干活 对媳妇是不是不拿工资的 是不拿工资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他是说 我弟是说 如果说忙不过来的话 你可以让我弟妹 然后过来帮个忙 这都没关系的 就是他就抓住这一句话了 就觉得他整天的讲 他为什么不过来帮忙 为什么不过来帮忙 整天的这样讲 后来的我就说 我说当时我就很心疼 我当时我提出意见 我说不干了 说为什么不干你知道吗 我就不想让你跟他受苦 我再不干了你知道吧 当时我就不想干 我说我不干了 我上班 他弟弟当时都 可是这刚干起来 就半途就不干了 会不会有点 他弟弟还有一方面原因 他中间就撩他走了 他走了 对 他走了 所以说 当时我妈妈才过来的 他妈妈一来 那时候我感觉到 他太忽略了我的感受了 他就是感觉到 就比他妈妈走得很近 越来越紧 女儿跟妈妈走得 并不是很正常 是正常呀 但是都 两个人感情都 感情都 他都忽略到人家的感受 一家人 乐乎 都忽略我在里面 连我忽略在一边 他是不把自己 当成一家人 所以说他才会有 觉得别人不把他 当成一家人 是他自己有这种心理